蓝胖子穿越道出生那天 却被认定为残次品要被销毁 大熊决定和他同生共死 这集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那天 大熊和小伙伴们在公园里围观大人们挖石间胶囊 那里面都是20年前的老物件 到现在都非常值钱了 小伙伴们一商量 也想要买一个时光胶囊 说不定之后就发财了呢 大家都回家去拿东西 大熊随手拿了一个粉色圆球道具 就当成时光胶囊来用 东西都放好后 大家就把粉色圆球埋了下去 这时蓝胖子才找到了大熊 原来那个道具叫做百年胶囊 如果把按钮设定成红色 就会回到100年前的过去 设定成绿色就会去100年后的未来 大家下得赶紧把土挖开 可那个道具已经消失了 大熊过于小伙伴的压力 只能和蓝胖子穿越回100年前去把东西找回来 他们遇到了百年前大家的祖先 没想到从这时候开始 大熊的祖先就是最受欺负的那一个 根据蓝胖子的雷达 两人来到公园 总算是一把接住了传送过来的时光胶囊 还好这次没有限定收件人 不然的话 胶囊就会一直跑去送到目标手里为止 大熊一听又有了新主意 这个东西也可以用来给未来的人寄东西嘛 那他就要给100年后的人寄一份礼物 现在写一张卡片送给孙子师兄 说不定就会变成很值钱的宝物了 蓝胖子想到100年后就是212年 也就是他诞生的那一年 在9月3号那天 他正式出场了 那个时候他还是有耳朵的黄色猫形育儿机器人 那他诞生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但是具体是什么 他已经记不起来了 把胶囊埋下去之后 蓝胖子才想起 是熊在212年才刚出生 那怎么收礼物 大熊这才说了实话 其实他是寄给蓝胖子的 里面放了两人的合照 蓝胖子觉得这下完蛋了 因为那时候的自己还不知道未来会被老鼠咬掉 也不知道会因为伤心而变成蓝色 要是知道了这么悲惨的未来 说不定会当场崩溃 那就指不定要变成什么颜色 为了不让这个胶囊导致过去和未来失控 两人只能赶去100年后阻止时光胶囊送到蓝胖子手里 他们来到了蓝胖子出生的那一天 时光胶囊竟然长出双脚跑了起来 两人奋起直追 只可惜胶囊跑得太快 根本追不上岸 大熊和蓝胖子来到了松支工厂 果然看到了胶囊朝工厂里跑去 他们机器人禁止他们进入 蓝胖子只能拿出催眠钟摆 把机器人给催眠了 两人进去后 机器人很快就醒来了 整个工厂都响起了警报 一大群电子老鼠被放了出来 蓝胖子趴在传送带上被吓得要命 为了不被发现只能强行忍住尖叫 谁知这时 两人竟然被机械臂抓了起来 他们俩都被判定为残刺品 直接扔进了不良品存放处理 这里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巨大的磁体 蓝胖子瞬间就被吸了上去 大熊也踩着其他金属垃圾一起飞了上去 不料这个磁铁是要把残刺品都放到龙炉里销毁 他们两人危险了 蓝胖子让他从百宝袋里找附近磁体 可是大熊翻了半天也没找到 好不容易找到了磁体 手里没拿吻又给弄掉 这下蓝胖子只能让大熊快点离开 但大熊怎么可能抛下他一个人逃走 我求求你不要再管我 都跟你说不可能 大熊到了这种关键时刻还是很靠谱 他翻出了人力火车头 然后小宇宙大爆发 竟然拉住蓝胖子踩着掉落的金属块逃了出去 他徒手挡住了迎面而来的大量垃圾 然后一个大力出奇迹封破了舱门 两人终于逃出了升天 等到安全后 他们总算再次找到了奔跑的胶囊 蓝胖子用伸手随意抓一把抓住了胶囊 面前突然窜出了一堆老鼠 他只能先躲起来 之后蓝胖子又对胶囊使用了自动绳索 大熊则在反方向使用人力火车头 胶囊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牛鸡 差点就要把蓝胖子给拽散架了 就在双方拔河的时候 胶囊竟然剪断了绳索 大熊和蓝胖子都摔了个四仰八叉 眼看胶囊已经钻进了生产线内部 蓝胖子却还没找到开门的方法 还好大熊随手拧了一下旁边佛像的头 原来机关就在这里 蓝胖子一眼就看到了还没苏醒的自己 大熊又被管理员机器人给抓住了 而胶囊也来到刚出场的蓝胖子面前打开了盖子 蓝胖子一个恶虎扑石 终于在关键时刻抢走了照片 所以那时候的他就只看见了胶囊里的那张卡片 大熊在上面写了送给他的生日祝福 蓝胖子那时虽然不认识大熊 却因为这张卡片开心到爆炸 原来这就是他刚出场时遇到的开心事 他和大熊的缘分原来早在这时候就开始了 他们两人的感情真是太让人泪目呀 好了 本期问题 你想把什么东西埋进时光胶囊里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 咱们明天见